嗨,QE3 Beauty Class又回来咯 我是Boei 还有我们的... Boei Hello,大家好,我是Obio Tsai 对,还是我们,没有错 这一集呢,讲到的是眉毛 我都知道啊,有时候如果我自己没有画到眉毛出门的话 整个人都会看起来很没有神 然后这一集就是教训手们如何画出好看不自然的眉毛 很重要,来,去片 我们的眉毛会出油油,有油症 所以你就是一般上,画眉毛之前呢 就是你可以用蜜粉饼,就先打个底线 在市面上呢,你买的眉笔 一般上都是会附送就是这个螺旋刷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螺旋刷就是往上梳 把眉毛梳蒸起它 就怎样找出你的眉头 就是鼻翼外侧 然后眼头 这个就是你的眉头了 你可以做一个记号 找出你的眉缝 就是鼻翼外侧 然后眼筒的那个外侧 这个就是你的眉缝 这个部分 眉尾呢,就是鼻翼外侧 然后你的眼尾 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眉尾了 对,这边部分 建议就是你画眉毛 可以从眉封开始 这个部分 轻轻的描绘 你画了过后 你就往后移 跟着那个毛流的方向 一根一根画 才可以创造出比较自然的眉型 就眉头轻轻的描绘 用你的眉刷 再俗整齐它 让你可以拥有漂亮的眉型 棕色的眉笔 棕色就是你不需要配合任何的发色 然后你就跟回你的眉毛的颜色 就完成 这就完成